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套房子与众不同的设计 这个房子有最多可以做到六个卧室 当然您可以保留四个卧室 也可以加最大家到六个卧室 也就是它特别属于大家庭的那种 如果您的孩子比较多 有家长父母跟您一起住的话 那这个房子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户型 然后它的价位区间差不多就是在五十几万左右起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房子具体户型具体信息 我依然会写在下面 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这是样板间的外观 一过来之后您就发现很有意思了 你看这儿有一个门直接通到房子里的apartment 这边有一个门这是房子正门 我们现在从这个门进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进来了 进来之后呢 你就发现这个房子就是一个完整的apartment 你看一进来之后有客厅 这个噪音是因为外面有工人在割草 两面的窗户 两面的窗户 然后再过来 在这边给大家看看 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 这边的窗户 看它的厨房 冰箱 所有的位置都留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 它这个 这个门就是通向这个single family 主要位置的 但是你看这个 这边是它的洗手间 非常大的淋浴间 淋浴间的旁边 马桶间 冰桶间在外面 sorry啊 这是个储藏间 就放在这儿 休日间出来之后 就有一个 卧室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apartment的构造 它就叫Inno Suite 现在我们从这个门出来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 才是个大门 我们站在大门的位置 这才是整个房租的 从大门一进来的感觉 高调的 左手边是一个办公室 现在是建商的办公室 我就不太方便进去了 我们再往前走 走到这儿 左手边是家装的一个卧室 这些卧室您可以加装 也可以不加装 你看 这是卧室门口的洗肉间 这些我没有视频里 经常不打开的这种门 就是一些储藏间 因为储藏间非常多 如果我一个一个打开 会有点乱 所以我经常不打开 储藏间的门 大家知道这些储藏间 是非常多的 您不用担心物品的收纳问题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又是一个卧室 所有的卧室都是标准 使用的卧室 放上King的床 是没有问题的 King的床就是2米乘2米 从这个房间出来之后呢 这边有个洗衣房 这就是这个房子设计的洗衣房 洗衣房的旁边 有这样一个挂衣服的台子 然后这儿 就是车库的位置 双车尾 当然了您可以加乘三车库 这些都是可以选装的 我们再往里走 就到了这个主客厅的位置了 b 竹磕店的旁边是漂亮的厨房 厨房的旁边是美丽的早餐品 您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去主卧看看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主卧的房间了 有一个这样的瓢窗可以坐在里面看书 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衣帽间 看一下拉桶间 这边是 这就是整个房子一楼的这个布局 它是有三个卧室 好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 现在上二楼 最多可以坐到六个卧室 所以如果您有三个孩子要跟父母一起住 倒是挺方便的 一上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game room 活动室 很大 活动室的旁边就是放一厅 你看它的公务区域都非常大 所以很适合家里人口多 不会觉得好像除了卧室啊 你就没有其他的房间可以利用了一样 然后才往这边走呢 就是有三个卧室 这个卧室带着一进门就是衣帽间 一个标准尺寸的卧室 还是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所以走过来就是这种通用的一个洗手间 然后另外一个卧室 然后另外一个卧室 从这个门开一下 出来之后呢 你看刚才我们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开着门开在外面的洗手间 是因为如果您在game room玩或者是在放一天看电视的话 可以上洗手间 然后洗手间的隔壁就是另外一个卧室了 这是第六个卧室 整个房子的构造就是这样的 现在让我们上院子看一下 从楼上看到这个卧室 不是 看到这个客厅好大 现在让我们去院子看看 开门出来 这个房子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padiu非常大 这是一个正常院子的标准 就没有非常大 也不小 做个泳池也是蛮够了 那您看它这个房子的背面 这个大大的padiu 这个棚子 所以您要是在这烧个烤啊 或者是party啊 做很方便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房子了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者对修盾地产感兴趣 欢迎在我微信 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拜拜 今天我们看的这套房子呢 它就是有六个卧室 这个房子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它其中有一个卧室 就是一个完整的apartment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in-law suite 就是账目叶账目羊头间 这边叫 最大可以做到六个卧室 当然您可以不选到六个卧室 这么多 做到四个卧室 五个卧室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房子 特别适合大家庭来选择 今天的休斯顿购房小贴士 要说的就是 您如何选择房子的抽油烟机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板间的抽油烟机 是什么样子 我们先过来看看 今天我们看的样板间的抽油烟机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板间的抽油烟机 是一个镶嵌式的 镶嵌在里面的 这样大家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抽油烟机 为什么这个样板间会装一个这样的抽油烟机 首先就是美国人对抽油烟机的要求 可能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它不像我们中餐 对抽油烟机的功率是要求非常高 所以呢 您看有很多的厨房加装的很漂亮 像我后面这个厨房 这些地方都是加装的 如果您很注重您的厨房 有一个很好抽油烟机的话 那您最好不要加装这个外观 如果您加装了这个外观的话 也没有问题 您中间一样可以打开装中暑抽油烟机 比如说方太太乐 这种中式抽油烟机 它都可以做成这种尺寸 您选抽油烟机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明白 您下面的炉灶是多宽的 那这个炉灶是有尺寸的 有大的 六头的 有八头的 还有四头的炉灶 每一种头的炉灶跟抽油烟机 是这个有匹配的 所以当时候 当时您选房子的时候 就要看明白这个地方的尺寸 才能对以后选抽油烟机 比较有帮助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抽油烟机 那肯定不适合中国人了 我们中国人抽油烟机 都是那种要吸到外面去的 但是您放心 所有的休斯顿现在的新房子 包括2010年以后的所有的房子 都是有烟道的 所以上面直接有烟道 可以直接通到房子的外面去 就跟我们在中国的那种抽油烟机 是一模一样的 您都不用担心这个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小贴士了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拜拜